构道函数内部原理 刚才咱看了一大堆一大车东西 为啥这个dase 它就能绝对进生产流程呢 这个生产流程里面为啥每句都加了一个dase 这个dase是低人称不假 为什么放到构道函数里面它还是好使的 是有一个内部原因的 构道函数里面有个三段式 这个三段式非常重要 是构道函数它能构道出对象的一个基础原理 但是很简单 就三条 构道函数它能构道出函数的基础原理 有个前提是必须得加new 就是说前提是必须得加new 有了new之后本来这哥们叫函数 它就能产生构道函数的功能 有了new之后第一步 实现的第一步隐式变化 三步都是隐式的 实现第一步隐式变化 在它的逻辑的最顶端 会生成一个word this等于空对象 就是说有了new之后 这个函数的执行 在它的最顶端会有个隐式的word this等于空对象 然后呢第二步就是 那这个this能不能找到了 你word this都等于一个空对象了 说明你这个ao里面是不是有一个this this一开始是一个对象 然后你this.name是不是就改this.name吧 这个this不是一个对象吗 那就往这里面加吧 this.name等于一个name 是不是等于你这个什么张三李斯玩完了对吧 然后什么age什么sex什么grid 依次去更改吧 改的是不是这个this 对吧ao里面this吧 行 然后这个this被复制完了之后 是不是这个this 到最后是不是就满了 里面 是不是里面该有什么有什么了 对吧 然后该有什么有什么了 满了之后 最后一步 它会隐式的发生一个步骤 叫return this 也就是说 一旦你对这个过渡函数 掉了一个new操作符的话 第一步它会隐式创建一个this对象 这个this是一个空对象 能懂吗 这个理论上的空对象 然后接下来 它会按照你的步骤 咱是不是写this or name 对吧 它就会在这个this上面 加上你应该加的东西 然后到最后隐式的把你 构造好的这个this 给你扔回去 这样这个对象就生成了 能懂意思吧 这个对象就通过这样的环节 来一环一环生成的 能懂意思吧 就是这样的环节 就是隐式的三步 当你掉new的时候 在函数体的最前面 隐式的加上this等于空对象 然后在中间执行 咱们该执行的this XXXX对吧 在最后一步隐式的返回 这个this OK吧 OK 这是它的一个三段论 没问题吧 但是听我说 第一步 咱今天可以先这么理解 听我说 第一步咱今天可以先这么理解 但是还不是最终的形式 但意思是一样的 意思是一样的 最终的形式只不过要更加 就是完美一些 更加完美一些 咱们反过头来讲完 讲完原型之后 绕过头来再讲 绕过来再讲 OK 这是一个生成类似的环节 所以这回明白咋回事了吧 OK了吧 比如咱重新写吧 举个例子啊 我拨一个person 这个person呢 这个name等于这个name 这里面肯定是要这个东西的 然后呢 这个person 可能有一个身高hat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hat 然后呢 这个人有一个本领 本领叫say 这个say呢 能say my name 叫打印出自己的name 是不是这么写 这里面 是不是这个方法属于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的方法 写this or name 这个this是不是代表第一人生我 叫say我的name 对吧 和外面这个this两回事 对吧 外面这个this两回事 外面这个this 你可以那么理解 但外面这个this 在它这个形成new person的时候 发生一个变化吧 一旦看到new 再碰到一个方法执行 那好 里面必须发生隐识 三部这个运算 一旦一定是有new之后 才能发生那三部 没new 它就是正常含数执行 没new就是正常含数执行 有new之后 好 第一步 先were一个this 等于一个空对象 第二步 你怎么写 才怎么执行 对吧 第三步在最后隐示的 都是隐示的 看不到的 隐示的returnthis 就把这个东西给return回去 然后生成了一个咱们的对象 比如说它是一个对象吧 咱们打印这个对象name console log 看看是不是有 没传 没传对吧 我直接反问点链不也行吗 来一个小王 hat180 保存刷新 随便小王了 这么写可以的 你new person 是不是要返回一个对象 是要返回对象 返回对象 我就不拿别人接收了 我直接在原地用了 不也行吗 对吧 不拿别人接收 我直接原地用了 对吧 也行啊 就是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 把这个写法弄多元性一点 让你的观察面变得广一些 那东西是吧 咱们变老死板的用这种方法 那别人用这种方法 你就不懂了 我经常写多元化一点 这种方法没问题吧 OK 那现在咱进行点小辨识 小辨识 怎么变呢 这里面呢 咱们构造函数 是不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我模拟出一个构造函数 能不能模拟 怎么来模拟 比如现在我也来一个person 这不是这person 我现在把上面用整体处置样 这个person也是生产对象的 这里面和刚才一样 有name有hat 但在里面 我进行一个小的一个更改 咱已经知道 它构造函数那不原理了 对吧 我握一个显示的握一个that 然后等一个空对象 行吧 然后呢 that.name等于name that.hat等于hat return return that 可以不 然后接下来 比如说我要创建一个person 直接等于这个person 行了吧 我用不着new吧 因为new完之后 不也出了隐式残布吗 我直接这么写不也行吗 这样咱模拟的系统 这种构造函数的构造方法 是不是也是成立的 成立吧 你现在你保存 咱来点自定义的环节吧 自定啊 这就是自定买环节 行了 小王 然后180 握一个person 小张 可能175 对吧 175 保存刷信 咱看啊 那啥呢 第二个 啊 person 保存 咱看 person 是不是这个 person 一 是不是这个 对吧 就也行吧 虽然说这个也行 但是咱们不选择这么来用啊 只是模拟一下 因为里面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 是模拟不了的 更深层次模拟不了的 更深层次的是咱们下场课书的东西啊 那这样的是不是可以了 对吧 那现在再回归这个 回归正式那个 你不是在里面隐示的return一个days吗 我让你显示的返回一个空对象 是不是显示返回了就会 但是显示的返回的是空对象啊 那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什么 保存刷新一下 以什么为主啊 可以返回直为主吧 隐示的 我都显示的写出来 你隐示的必然没有用啊 隐示的在逻辑的最后一位嘛 对吧 所以现在你person 是不是空对象 person1 是不是也空对象啊 因为每次我都给你显示的返回 我相当于捣乱了 对吧 是不是相当于捣乱了 捣乱是可以 捣乱是可以的 你显示的返回对象 它就能达到捣乱的一个效果 即使new了也不好使 那东西吧 但是呢 你要捣乱想这么捣乱 我捣乱成123 我放个原始值在那 unifand的呀 force什么五大原始值都行啊 你放个原始值在这 它是不允许的 保存刷新 这是一个小知识 一个冷门知识点啊 但你看一下 原始值是不行的 不报错 但你看person 什么呀 new一下 得new一下 不new那不相当于反乱执行吗 咱从看一下 这个对象 刷新 person 是不是这个 person1是不是这个 就是new和不new 但是new完之后 我把这块返回的是123原始值 保存 person 看好 person1 是不是这样了 也就是说回归到正常的状态了吧 你虽然说写的123 好像正常它返回的还是this吧 对吧 系统里面就有这样的机制 他说了 但凡你要用new的话 你可以给我捣乱 但你返回的必须得是对象值 你术祖啊方神啊 还是这个对象都行 你不能返回原始值 因为你new了 你就不能返回原始值 一旦你自己写的返回原始值 我会把你自动忽略掉 强制性让它返回这个对象 那懂得懂得懂吧 就是有new了 它就不可能返回原始值 懂得懂得懂得懂 有new就不可能返回原始值 这是一个小支点 冷门一点 你可以不知道这个事 无所谓啊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就是它的构造函数 构造原理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问你 这构造函数怎么实现的 可能说三段论第一段先隐世的 like this 最后一个隐世的返回这个 return this 对吧 然后形成这个 这个那什么 形成这个对象 行了 咱们今天最后一个指示点 叫包装类 讲包装类之前 我觉得这个包装类是挺好玩的 首先铺垫一下 我们看好 我们数字 这叫原始值 对吧 123 这叫123 原始值对吧 原始值是不能有属性和方法的 大家知道吗 就是说属性和方法只有对象能有 这是对象独特的东西 当然对象里面包括 包括对象自己 包括数组 包括方神 它都算对象 但是原始值是坚决不能算到对象里面的 能懂得意的吧 原始值是没有资格有属性和方法的 它只是一个值 作为自己的独立的个体存在 能懂得意的吧 这是原始值 这是123 哎 现在啊 咱说数字都是原始值 对吗 不对 啊 不对 只有原始值数字 才是原始值 数字分两种数字 字符串分两种字符串 在咱们字符串里 在咱们这个扎书串里面 咱对于这个变量的灵活程度 是空前的高的 非常灵活 这种东西叫数字 对吧 还有一种东西叫数字 new number 123 你都看有new number了 这一定是个够刀函数吧 够刀函数123 那它是不是123了 NEM 还是123 你看 它明显给你反馈一个对象的形式 对吧 虽然说写的比较复杂 那你不用管 这块后面是不是给你写123呢 它还是123 但是它现在变成了对象123 变成对象123之后 它就能上天了 比如说NEM加一个ABC 是不是对象能够数项 等于ABC等于一个字符串 A 你再看NEM点ABC 是不是就能仿佛出这个东西吧 对吧 要是乘客 哎呀 这个东西 那再打印出它 能出啥 就出于这个呗 是一个对象 里面有ABC属性 还有这个自己的值123 对吧 那重来 重来 再来这个 再来这个NEM 它是不是还这个东西 那这样的一个数字 能参与运算吗 它还有数字特性吗 完全有 它乘二的啥 慢慢去 123乘二 算了 咱抢答吧 246吧 回车 它就变成246了 但是它乘完了之后 它又回归成了原始的数 能懂我意思吧 又回归成了原始的数 它又不是对象了 就是对象 数字的对象 能不能参与运算 能参与运算 参与完了之后 它就变成数字了 但是如果不参与 你让它来个属性 来个方法 它又能当对象那么实 能懂我意思吧 那对象是 字符串布尔类型 完全一致 字符串布尔类型 字符串 比如说来个字符串 空串对吧 这个空串它是原始值 它不可以有属性方法 对吧 但是 来个new string 来个abcd 它是不是就对象了 重来重来重来啊 握一个string等于new string abcd 然后string点 来个a属性 等于bcd 回车再来防它的a属性 是不是能防出来 给它加个方法 c c什么呢 cvalue cvalue是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能return吧 return this点 a行吧 把这个a变量 是不是return回来 回车 然后string点 我先把这个清空 不是刷新啊 清空 清空显得干净点 然后string点 say value 执行 是不是能打印出bcd 对吧 能打印出bcd吧 因为它返回吧 return这个东西吧 对吧 也就是它能够像对象一样 任意的操作吧 是不是这样的 能够像对象一样 任意的操作 就是new来的东西 都是可以的啊 new来的东西 叫字符串 叫什么 对象 叫字符串类型的对象 字符串类型 或者叫字符串对象 来一个newstring abcd 就是你想让这个数字类型的对象 或者对象类型的数字都行 怎么讲就行 你想让这个数字对象 里面有什么值 你就在这个括号里面写 你想让这个字符串对象 里面有什么值 你就在这个括号里面写 你想让这个布尔形对象 你们知道布尔这个人吗 你们知道布尔这个人吗 布尔是一个人 布尔是一个 是一个外国人 他和那个波尔不一样 波尔发现那个波尔的对吧 波醒那个 波尔是一个 波尔他非常了不起 波尔有一个波尔逻辑 有一种学 叫逻辑学 你知道吗 逻辑学有三段式 非常有意思 逻辑学各种推演 但是它是属于一种 属于一种西方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西方心理学一个分支 属于二元论的一个分支 古希腊公元前五百年 古希腊哲学的一个分支 叫布尔学 然后这个布尔呢 他发明了一个逻辑 就是真和假 有了这个真和假之后 才有了咱们计算机的一个底层结构 零和一 就是他创办的计算机的底层结构 零零零 如果没他的话 没计算机 这些人了不得 计算机的底层就是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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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所以这布尔这块 这个掌握一下吧 布尔是个人哈 这里面你想布尔型的对象是出的话 你就这么来写 是不是出了 布尔 OK 它是个对象对吧 当然他也挺精进的 但是有俩人 有俩哥们 一个是安基范的 一个是慢 是不是他俩是原理者 他俩不可以有属性 他俩不可以有属性 能懂意思吧 安基范的 ABC等于123 回车 告诉你报错 canal set property ABC of and find and find 不能有设置属性的这个东西 那能不能 来个ABC 是不是也不行 也是canal set property 对吧 不能设置这个东西 你得会读这个错误信息 来吧 这个东西对我啥用啊 诚哥 你别着急啊 现在是不是记住了 一个比如说数字 有正常的原理值数字 和数字对象 对吧 原理值数字 是不是不能有属性方法 对象是不是可以有 没问题吧 是不是记住一条结论 一定记住哈 现在看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 这是一个 Stream对吧 Stream是不是不能有 自己的属性方法 因为它是原始值对吧 那现在咱看一下 保存发信 Stream.Lens 回车 这不能访问吗 对啊 它的长度 这不能访问吗 咱之前还看过呢 对吧 Stream可以瞧了Lens 但是人家明确规定的 原始值 是没有属性和方法的 你这Lens是哪来的呢 那Lens是哪来的 不知道对吧 再来 再来 看好啊 同学们 过了一个 还是这个Stream吧 Stream.ABC 等于四伏串A 能给原始值 负一个属性值吗 理论上是不行的 保存刷新 报错了吗 是不是没报错 没报错 说明可能负进去 对吧 能负进去 是不是应该就能访问 再访问吧 Stream.什么来着 ABC对吧 是不是ABC 看好啊 ABC 回车 告诉你没有 这一系列过程都是啥 咋回事呢 咱看一下 Ware一个Nam 等于四 Nam.Lens Nam.Len 等于三 然后访问 Nam.Len 首先记住一个结论 同学们 听好 原始值是坚决不可能有属性和方法的 但是为什么能调用呢 因为它经历了一个过程叫做包装类 包装类学完之后 咱们就进一步的了解GS了 就GS里面一些实现的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个用法 咱都知道了 不能用属性还硬能加属性 到底因为啥 在这个原始值调用属性的时候 无论是负值还查到 在原始值调用属性的时候 首先它自己不能有 不能有怎么办 它会隐私的发生一个过程 Nam不能加Len 它会怎么办呢 它会new一个number 把Nam放进去 也就是把这个4放进去 能懂得懂 是不是这个4和这个是一样的 把这个4放进去之后 再Len等于3 就是它会新建一个数字对象 让这个数字对象的Len等于3 来弥补你操作的不足 能懂得懂 然后这一步完事了之后 它选择干嘛呢 它选择销毁Delete 就是你这样的操作 电脑一看一样 哥们你这不对啊 写错了 你这个原始值不能Len 他一看写错了 不忍心提醒你对吧 没事哥们 我帮你办了 自己新建一个newnumber 光当把属性贴上之后 他一看你的操作 我帮你实现完了 那留着这个 我刚才新建这个变量 没什么用 删了吧 new 刚才刚new来的number 没保存到任何地方 直接得删了 那下一次你再访问 你在访问那么点Len 这会系统会怎么理解 你又访 刚才复制了 这会又访问那么点Len 他会怎么理解 他会这么想 哥们你怎么不长记性呢 你还访问他 他都不能复制 也不能访问 你为什么还这么写 但系统依然是善良的 他不忍心提醒 对吧 然后他怎么办呢 他再一次的new一个number 把你这个number 也就是说这个字放进去 然后访问他的Len 这回的newnumber 和上次那个newnumber 是一个number吗 new出来的是俩对象 完全不一样 对吧 你给刚才那个 放一个Len上去了 给刚才对象一个Len 并且还给人销毁了 你这回又重新新建出来 人有Len吗 是没有 没有那返回的结果 必然是 他会把这个结果扔给你 必然是啥 一个对象 没有一个属性 反对结果应该是 undefined吧 是不是这样的过程 能懂我意思吧 能不能复 系统出来 那你复吧 我帮你实现这个操作 然后你取 那你取吧 我帮你实现这个操作 实际上都不是你表面上 看起来这样的吧 这个隐世的中间的环节 叫做包装类 能懂我意思吧 叫做包装类的过程 所以说有很多人这么来写 他说有很多人考你 他考你的基础是什么呢 其实基础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数组 数组是可以经过阶段操作的 数组本身就有属性 Lens 对吧 这个本身这个Lens 除了可以访问以外 它还可以被复制 Lens变成2的话 就是把这个数组截断成 只剩2 一回车 这个数组是不是被截断了 他基于这个理论 他问你 他说是不是字符串也有Lens 说对呀 字符串就有Lens对吧 那来吧 字符串点Lens 等于 等于2 然后再让你打印这个字符串 来玩去 这个是啥 A B 你去什么 来旁边小伙棒吗 小伙估棒 这不行啊 你得知道下次 英雄都是旧美的 对吧 我们之前特别多 之前回问晚序问题 晚序先看右边那个部分 然后再看看左边这个小伙子 对吧 后来干脆不看左边的小伙子了 对你失望了是吧 来 家庆 安迪范 安迪范呢 来 正理一下 对吧 正理一下 上堂课不安理吗 我一直立 一直立 行 没必 易博呢 安迪范呢 来 广西姑娘 没必 广西姑娘旁边那是哪儿的姑娘 也是广西的 那他口音为什么不一样 那你说一下吧 来 字类 ABCD 那是两个EB 咋不告诉我EFG呢 来 后面同学发课言 ABCD 有其他答案吗 同一个AB同学举个手 我手上 你说成个AB 你这是AB哈 安迪范同学举手 我是个安迪范的 ABCD举手 好 放点 明白人都在后面的 咱不看他 咱就看一下 到底怎么个过程 首先 Word Stream ABCD 没问题吧 第二步 Stream.Lens等于R 他自个儿有Lens吗 他没有Lens系统说 你上哪能Lens 我帮你来吧 对吧 怎么来 NewStream 是把ABCD放进去 给他模拟出一个一模一样 对吧 然后调用这个点Lens 等于R 对吧 该结也会结的 会结这个的 对吧 然后结完之后呢 Delete 销毁 对吧 销毁完之后 然后你去访问Stream 这销毁的是人家新建出来的 跟原来ABCD有什么关系啊 对吧 跟原来ABCD有什么关系吗 没关系吧 是没关系 你Delete是人家系统 帮你新建出一个news 跟ABCD 和你ABCD俩东西 再说人家还是对象的 然后人家再结断成2 然后并且结断完的结果还给扔了 扔了完之后 我问你 刚才那东西是啥 对吧 是不是ABCD 对吧 对吧 不就是这样吗 那怎么还能安定饭呢 但是绑在已经绑在那个 啊 好好好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啊 好 好 那Delete的话是不是也是 安定饭呢 好 我成全你啊 哈哈哈 Delete来 再给一个抢答机会 Delete应该得啥 Delete Delete得啥 后半同学 后半同学 我相信你了 后半同学给个答案 来后半同学呢 四吧 听我说 Delete是人家系统自带的属性 字符串就有这个属性 只不过是对象字符串有这个属性 你要访问Delete的话 它会NewStream ABCD Delete给你访问这个值 而这个NewStream是有Lens属性的 NewStreamLens属性就是字符串的长度是4 能弄意思吧 所以说造成一个错觉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直接用 这个字符串点Lens 其实人家是拿着NewStream的一个结果 给你抛回来的数了 对吧 Number没有Lens Number没有Lens 刚才那Len是我自定义的属性 刚才Len是我狭写的 自定义的 这个是人自带的 所以这回是不是 懂不 我去 嗯 你尿气了 行了啊 OK 这是 这个包装类 对啊 就是以后原始值 但凡能操作属性的这些东西 这回明白了吧 其实是操作不了的 对吧 然后呢 看一道题哈 哎 上层课我是给大家发一个 我发什么东西吗 没有吧 这层课可以发哈 没事啊 没事 他看一些题呢 能不能做啊 现在 这些都是可以的 在这个里面 在HonMorp里面 有道题出特别好 啊 这道题 这道题 咱看一下这道题哈 看谁比较聪明 最后换成console.log 来 答案结果是啥 仔细瞅一下 仔细瞅一下 来 玩一次 参与 请订阅一下 打算 不容 anders 我 5 5 3 2 8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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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来黄一游小伙 你说说你叫啥名吗 哦 这气息 穿衣服不像昨天的你 哦 这种口才不错 口才不错 来就你了 不会啊 那你会吗 你拯救一下他 来英语学院呢 来后边的群众们 来马瑞 海涛呢 还是有明白人的 咱看一下 看一下 这学太久的忘了 不能吧 挺简单的 握一个Stream ABC对吧 Stream加等于一是啥意思 ABC后面连个一对吧 然后最后得啥 啊 等number 自图串 加等于一 连上一再付给自身 不ABC一吗 不还是自图串吗 对吧 然后type of Stream放进去 是不是现在自图串 type of完事之后 返回啥东西 Stream吧 Stream查查 S T R I N G 是不是六个 是不是六位 那test 有Lens吗 问test.Lens 等不等于六啊 test是不是一个 自图串 Stream 对吧 他是不是test 现在 test现在这样的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 太暴反回结果吧 对吧 test.Lens呢 能返回数六吗 虽然说他没有 能不能 能吧 虽然说他自个儿 没有Lens 但是他会 调整包装类吧 包装类会给他 返回一个六的值 对吧 是不是六和六相等 那然后 相等了 是不是就走进来了 走进来之后 test的是不是上面 就可以负一个 Sign的值 type of 返回结果这个 所以最后 答应的呢 确认吧 进去了 能负值 但是你别忘了 这叫原始值 原始值 你要想给他 负属性值的话 那是要调用包装类的 换句话说 你负了跟没负一样 想不想起来 这一块的话 他会干嘛 他会New一个Stream 把这个test放进去 然后点Sign 等于XXX 然后你在这块访问的话 他会再New一个 Stream test.Sign 对吧 结果就是并没有卵用 啥都没有 对吧 就安定范的吧 是不是 这题坑多吧 飞进千辛万苦 终于走进来了 对吧 走完之后 掉以轻型了 然后就错了 对吧 这一般 如果说一个高手出奇的话 一般都是这么出的 就先给你铺垫点 让你对这个值点 放松警惕 对吧 放松完警惕之后 你一打 好不容易觉得 千辛万苦 这值点我知道 进来了 对吧 进来之后 付这个值 一访问 能打印出这个值 对吧 那你就错了 那你就错了 所以这样的题 非常可怕 对吧 是经过心理调研 和心理分析的 这题是你乘客出的 这题目是返回这个值的类型 这个Stream是不是字不串类型 它会 Tipo会把里面的值的类型给你返回来 一共就六个值 Tipo能返回 这个必须得知道 Tipo六个值 一个是Number Stream Bulling Undefined Object 和Function 和Function 这必须得知道 这是基础东西 前面的基本的 基本功 必须得背 那东西背得背起来 必须得背了 必须得背了 那么后面 你们跟不上了 咱们进去还有考试呢 我告诉你 对吧 定期还有考试 定期 定期 这个咱们管 你知道怎么念的 对吧 念困子 对吧 困子翻一边 小测试 对吧 小测试 这一般 咱们都是随心情的 比如这堂课讲的 下两个就考 随心情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 国外的大学上起来 非常累吗 因为国外那帮教授吧 一个月一考试 每个月有个月考 然后考完之后 对对对 比高中还恐怖 一个月月考 然后有的时候一些 老师上课的时候 也就是高兴了 对吧 当堂留个题 下两个就考 对吧 就是一种小Quiz 非常好 所以他们国外上课 上的非常酸爽那种 比高中恐怖多了 你敢考进斯坦福 你毕业就是个问题 就是那种学校 考进都是问题 对吧 你有本事考进 你能出来 那是人 那是人才 那是好进 不好出 知道吗 特别难毕业 特别难毕业 但是我觉得 这种教育理念 我挺喜欢的 挺欣赏 重视质量 这种东西 一定回去好好背 咱们真有考试 咱们真有考试 每一期都有 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考试题还非常的 非常的乐观 非常的可观 非常可观 对啊 我得保证你的质量 对吧 我得保证你的质量 题一般都是什么样的题呢 但你们放心 咱们这个测试是阶段性测试 这次完成之后 会有阶段性测试 考的基本上 全是咱们前期课程的东西 后期 咱们进行 到我们操作什么 极其简单 特别简单 那时候要做项目的 考试呢 诚哥还是非常讲究的一个人 我会把题先给你 我原题啊 每次都考原题 我会添给你 但是呢 你要知道 给你原题 就说明这个题 如果不给你原题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能过的 你知道吧 基本上不可能过的 这个题大概是 70到80到左右 每次都会动态增加一些 我会先提前一个星期 把题给你 提前一个星期 我这个时间点掐的 我经过计算的 这一个星期 如果说你能把这个答案 完全统计出来的话 说明你是有基础 你还能记住一些东西的 如果你忘记都差不多了 一个星期你边补课 再边去准备这个答案的话 是完全来不及的 完全来不及 而且每一趟上课 这个视频都非常的 对吧 都非常的 对吧 有内容对吧 非常有内容 你看起来也是非常 对吧 还能折磨的一件事 所以说你每堂课 你必须把这东西想法好了 而且记笔记 我不知道咱们同学 有没有这个习惯 之前从17到17到18期 他们都有个记笔记习惯 所以我根本都没有强调 咱们其实我强调一下 因为我觉得你们太皮实了 必须回去记笔记 这个东西也是作业之一 咱们每次会有作业的 你们还没体验到咱们 咱们教学管理员 催作业的这个能力 因为咱们还没到那个环节 到我这话 我要求比较宽松 其实就是一般在我眼皮底下 你觉得什么样 我能感受到 可能后期老师 没有这么强大一个洞察能力 但是我们配合了一个 对吧 配合了一个岗位 配合一个岗位 这个岗位专门就是 考核大家作业质量和出行状况 是有专门的人的 而且这个在明年 这个人数还会翻倍的 因为咱们人类类越多了 保持一个精准化的管理的话 就要翻倍 所以 你就别偷地去巧了 好吧 学习自己的事 别给我学 所以前期的东西 你赶紧 该回去复习 回去复习 该背得背 你看 对吧 人上课还记着这个东西 虽然是电脑没带 这事值得批评 刚好放回去 但记笔记这事挺好的 但我建议你们不要上课记 因为现在吧 你可能觉得 整个讲课速度还行 适中对吧 我跟你讲 那是真照顾你们情绪 我平时讲课速度 你别说记笔记 连理解都跟不上 我真是看你们人数多 我就慢点讲 我都悠着讲了 这样来说 我讲课速度 你能大脑能跟得上 我就不错了 我语速是可以很快的 逻辑可以很快的 对吧 这种我都讲过无数 讲吐了都 所以这个东西 你前期 我尽量能让你舒服的轻 那后期的速度很快 你记不记的话 你低头一个指点过去 低头一个指点过去 对吧 还没有抬笔 笔杆没拧开 那过去了 对吧 所以尽量回去记 反正你回忆你的复习 对吧 你复习的时候 你一边记一边复习 这个挺好的 笔记能采取一个 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是笔记你别乱记 能理解的东西 你就不要记了 没有必要 把你理解不了的 流程化的东西 考点心的东西记下来 你下次再复习 是不看笔记就完事了 你每次看视频 挺浪费时间的 这个东西对吧 当然了 你想听听我声音什么 可以 我不反对 我不反对 行了 别急 做做题 做题 今天留小作业 今天留小作业 哎 不对 今天我看 有些东西在刻上 你可以解决了 来看第一个 运行test和newtest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 不是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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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没讲了 类似没讲了 类似没讲 不行 还行不行 差不多 差不多 行了 能到时候再说吧 这个 讲类似再说吧 大家看那个吧 这个this有一条规则 就是 有一条规则就是 如果不new的话 这个this 就是执行器上下文 任何一个执行线文里面的this 原本上都指向window 任何一个执行线文里面 this原本上都指向window 除非你new的东西 它指向了一个新的空内架 以后再说这个东西 讲这次再说 看这个吧 看这个 这是一个标准的公园考试类型的一个试题 是不是公园都这么好对吧 不好 我就说形式上是不是像正常的题对吧 形式上像正常的题对吧 function employee employee 雇员的意思 name code 然后this name等于这个 this code等于这个 然后呢 他new了一个 还不写word 不写word 其实也行 是不是impline global 对吧 然后new一个employee 等于一个new的 就word一个employee 等于一个new的 然后往里传参 对吧 然后请他打印 打印这个被创建出来的对象的名字和code 给你这个选项 应该选几个 就往里面传参了 传参之后 这是一个构造函数 然后问你他的名字和code 代码有误 无法收拾结果 这首啊 就你 第一个 我给旁边那样 第二个啊 又分歧了 那再给你一次机会 啊 晚小姐 那你得自己有点主见的 对吧 到底选A选B 选A吧 为啥选A 写还是一件的问题 在里面人家没用参数啊 也 你说完说传进去了 你得用才算的 对吧 你在里面人家也没用啊 是不是人家直接就写死了 这个纸 你生成多少个都是这样的吧 对吧 写死在里面了 就是固定了 写死的就是固定了 没用参数根本 没用参数啊 第三题咱会 第四题咱会 这个考的是 哎呦 啊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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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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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跟他没关系 啊 这个没关系 这能打扰呢 然后看这吧 看这吧 这个好像也行 哎 这题比较难啊 这题今天把今天所有学址都整合了吧 来吧 看这个吧 啊 这不是一个类似的问题 这是啥 这是啥问题 一眼能看出啥问题了 一包对 上面这三行都是给这个流程上加上添加属性的流程吧 这个是添加什么流程啊 这也是添加属性 但是这个属性值是函数吧 是白色的S 就相当于把这个函数放在里面 这是个方法啊 对吧 这是个方法吧 这个方法是不是也被挂到这个VS对象上面了 然后最后由于他拗了是不是会隐世的把这个东西给返回出去 这个方法说绑这个对象身上也会被返回出去 对吧 被返回出去之后这个方法就会保存person的一个劳动成果吧 他的劳动成果里面其实也没啥是不是有一个A啊 是不是有个A 所以你C的时候他是A加加再打印A 是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去 加一啊 就打印一 再来一次呢 就变成二了 对吧 再来一次变成二了吧 然后紧接着 All person 1 重新再new一次person 重新再new一次person 是不是要重新执行一次这个东西 那重新执行他生成新的执行下文 是不是跟刚才没关系了 然后他会产生一个新的对象并且返回 又产生了一个新的B包对吧 这个新的B包是不是又全新的一个A了 全新的执行下文对吧 因为执行两次嘛 就这回打印的执行是啥 啥呀 这个一次 是不是一 全新的 全新的是不是一 这不零加一吗 他都执行两 这个person都执行两次了 执行第一次的时候 形成一个新的执行第一次的时候 生一个新的执行下文对吧 执行第二次的时候 是不是又生一个新的执行下文 然后和里面的东西 又形成一个新的B包对吧 所以 顺便看这样 121吧 对吧 是不是121 没问题吧 OK 好 往下接着看 往下接着看 这个 这是不是就咱们 那个B包 对吧 怎么防止 对吧 防止 这个 这个OK了 先让你们赶上进度 然后再给你们留作业吧 作业我先轻点留吧 虽然作业最近已经累积很多了 这个 下面这类代码执行完毕之后 XYZ输出值分别是什么 能看清吗 这个 能看清吗 别小看这道题啊 这个题是百度2013 2013年 12不13年 比试题 这是那张卷子 这就是那张卷子 别给你招下来的 谁招的我真不知道 能放大吗 我给你抄上吧 去吧 for x 等于1 y 等于 z 等于 0 这里面是不是 x 没经过声明 但是人家考的并不是这个事对吧 add add 什么 add n 然后呢 return n 等于 n n 加 1 哎这个写法是不是很新颖 return一个什么什么等于什么东西的对吧 哎这句话有 y 等于 y 等于 add x 然后呢 function add 这个n return 我记得应该是 n 等于 n 加 3 吧 然后 z 等于 add x 是 x吧 ok 他最后问 xyz 分别是什么 这题是一个无比简单的题啊 return n 等于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return这个n 后面是行过先计算的 是不是先计算这个啊 再负给人再把n return 对吧 不是说把这个表达式给return回去 那不现实啊 先计算表达式 晚须狂门女孩叫什么呢 啊 驴小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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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x 是什么 非常简定 必须是1 对吧 根本没操作的 y 是啥 z 是啥 来 小陈 y 是啥 为啥是2呢 第一个爱的函数对吧 那他为啥掉了不是第二个呢 y y 除了2以外有没有不同答案 y 除了2以外有没有不同答案 2 你坚定一下 2 你对这数字看来亲有途中啊 来换一个 不喜欢2的有没有 得多少 答案是144 s1 y是4 z也是4 不是这题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 你没发现这两个函数是一样的吗 函数有一个提升的过程吗 他怎么可能允许两个函数同时挂着 不可能 执行顺序和预辨义顺序那是两个字 你懂我意思吧 你这块掉的爱的那是预编一完的这个爱的 知道吧 上那个go里面去拿的 不是上视觉上去看的 不能被这题视觉上给蒙了 你懂我意思吧 这视觉上不明显蒙你的吗 这个写这难道就找的是这个吗 不是 先编一这个 先他得提升上去的对吧 然后再提升他 是不是这个爱的会覆盖上面那个爱的 覆盖掉 也说不论是你在这儿掉用还是在这儿掉用 他也是N等于N加3 对不对 对吧 他也是N等于N加3 来看一下吧 X Y Z 是不是144 对吧 你看这百度 其实百度出题真不难 你仔细看一看就完事了 不难哈 现在可能你们做题经验比较少 这种题 你看到这种题之后 就是你看到这一页的题 你应该有一种 就不一样的这个心态 应该心情非常的 这种波涛汹涌的一个心情啊 应该有这样的心情 因为我跟你说一个 小秘密吧 告诉你一个secret 但凡碰到这样的页面 请你珍惜他的题 这个是中国业界能出去的顶级难度的题 这种顶级难度的题 都出自阿里巴巴之手 每年他都是引领业界出其方向的 凡是这套系统 你能看到左侧一个边栏 能显示题目 一般是十到十一道题 右侧是正题的话 这都是阿里巴巴的题 这都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每年都是击的 每年都是击的 而且你别看每年就十一道题 一般的时间就是一个小时 这十一道题 一般的结果就是 几乎没有能达完题的 十一题成歌 是不是全大题 没有 八道到九道选择 两道大题 但是就没有能达完的 几乎 让我拿我都费劲 太耗时了 你知道吗 太耗时了 所以阿里巴巴一出题 那是考验革命友谊的时候 看你多少哥们能跟你一起共担这一道题 时间太短 你知道吗 时间太短 那编程题 有的时候分命 有的人半个小时就达完了 他抽那个抽签抽的 每一套题都不一样的 每个人答题都不一样的 有的人后面大题 必然能写出来 比如说写个轮膜图 咱那轮膜图会练到五遍 五种不同轮膜图 最后能练到你兔 必然能写出来 知道吧 一分轮膜图 那同学仰天大笑对吧 先抽个烟写会儿 然后再答题 太简单了 说必然都能写出来 但你要抽个非常饿 那电梯算法什么的 我的天 挠墙去吧 那算法写出来 那就得好多好多行 咱们都网络环境吗 上网找代码 别闹了 所有的路线器 都有一个监听设备 你切换出去一次之后 就算一次了 所有的网站这种答题系统 切出去两次 就给你自动关闭了 就你想切平 去解决东西 不可能 别想了 根本就不可能 两个电脑行 但是你要知道 你不能让摄像头拍到 这个摄像头会对着你的 他会开启摄像头的 吉达是现在很完善了 开启摄像头 那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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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 在自己电脑上 不用 吉达就是为了方便 大家不用去到一起 那去到一起的话 又浪费纸浪费空间 对吧 多个性 吉达的话就是在登陆官网 同一个时间 一个时间段或者去答题 这是阿里伯巴那个时间段的一个题 有摄像头的 有摄像头定期踩点的 对吧 一会胖一会瘦对吧 你没法解释 脸肿了 太难了 太难了 那不行啊 看题吧 看题吧 能看清吗 有点有点模糊 照着有点模糊 第一题是方式FO 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console.log的结果是12345的选项式 就console.log是12345的选项式 方式FO 然后x 然后console.log arguments return x 他说console.log是12345 就不用管return了 对吧 这是不一个正常的函数 这是不正常的调用 往里传12345 arguments是不是实参列表 还是个数组形式的 所以A是不肯定是 A是不肯定是 A是不肯定是这种形式的 12345 结果是吧 他说问题是下面代码中 console.log的结果是12345的选项 是 是 A算 A算不算 A算不算 算吧 问的都没底细了 对吧 成哥一旦这么问 绝对有但是对吧 这回没有真没有啊 第二天 方式FO还是跟上面 差不多的东西对吧 但是没那么调用 他写的是什么 在后面加了一个括号12345吧 他的结果是啥 上课刚看吧 我是不是说的就是他 对吧 268出的题吧 这是一个作为一个选项出现的吧 怎么个人呢 我居然作为一个选项 这个的结果不报错 但也不执行 对吧 说不执行 他会把这个东西给分离开 对吧 他觉得括号就是括号嘛 第三题 立即执行函数吧 立即执行函数 functionFO console.log arguments 然后立即执行函数 是不是后面加括号 写到外面是不是也行 写外面12345 是不是13列表 13列表是不是会传到 arguments里面去 这个打印的是不是也是12345 没问题吧 好 AC是不是肯定对了 来D D我必须抄出来啦 D不行这么看太噁心了 不行 D不行 D做不了啊 他有他有这个apply apply是咱们下堂课的东西 那D先忽略吧 D其实也是可以的 这题是ACB 到时候提醒我这些还没做完呢 能为是吧 提醒我没做完呢 有个apply的问题 来吧 接着往下看哈 这题 看着边的吗 这个边和这个一个色的 看着了吧 来哪去了 这边是不是这个色 这个色 你看这边是不是一个色 这题 我给你放大啊 放大我也看不清 这题我应该给大家考过吧 我说这个 这个 宽度 一个容器 宽度400 高100 让里面这个文字上书写了 我是一行文字 我是一行文本 我是一行文本 需要水平持续重 就告诉你谁像这样的 水平持续重好办不 文本水平持续重 是文本还不是元素呢 怎么办 line hat等于hat 然后 减啥呀 line hat等于hat 就已经是这样了 对吧 就已经是上下水平了 水平呢 那属于叫什么 叫text line等于center 元素 居中怎么办 position left position absolute 必须 absolute 绝对定位吧 然后top left 达10对吧 然后margin left margin left 负到二分之一 宽高对吧 这题啊 这都是咱上课讲的题 一模一样的 这个 percent percent 后面是不是叫redix 基底 基底的范围是不是二到三十六 那时候还说一下 我是零是可有可无的 零的话你写上它也不算错 但是也不是什么东西 对吧 哪有零禁制 不可能对吧 但是零禁制你要写的话 它就会给你返回一个意义 但是这个东西你看啊 咱试一下吧 percent 30 我说错了 就是什么返回意义 如果你写零的话 它当你没写一样 你会把这个数给你原本不弄给你返回 对吧 原本不弄给你返回 看这个啊 三八 三是数 八是基底 八是八进制 对吧 percent是拿什么 是以基底为什么什么 还是说转换为基底啊 是把这个三当成八进制 还是要转换成八进制 以八进制为基底吧 对吧 转换为十进制吧 是不是拿三当作八进制的数 对吧 三当作八进制的数 那它也是三 对吧 那它也是三嘛 所以第一个答案结果是不是三 是不是A BC是对的 对吧 然后第二个结果呢 二进制里面能有三吗 二进制只有1和0对吧 咱说一进制都不存在了对吧 二进制只有1和0 所以第二个是 它执行不了 执行不了的肯定报错 执行不了 肯定它不能输出正确的结果 3 2 是吧 NNN 对吧 然后第三个结果 其实应该是3 对吧 是应该是3 其实第三个结果也可以是NNN 在不同浏览器上表现形式不同 就是0进制它是个非常有争议的东西 有的浏览器认为0进制 那就相当没进制呗 有的浏览器认为0进制它报错呀 你懂的意思吧 咱们正常的进制标准是2到36吧 就正常能填的是2到36对吧 其他都不能填啊 所以 这题你选3也对 你选4也对 Other也行 那有的浏览器它就好使 对吧 Other是不是也行 结果 反正A B是不对的 看吧 以下哪些实际上的数据语言 Tipo可能返回结果 A能返回 Tipo能返回A MathDream 能返回吧 能返回B吗 Array 从来没听过对吧 Array算什么理的 数组算 OBLAG理的吧 数组算这个 能返回NAN吗 不能吧 NAN是历史遗留性问题 它算OBLAG的 对吧 算OBLAG A 然后Argments2 Argments2 是不是就A 对吧 让A变成 然后先看办什么 先执行 B 然后传个123 就是这三个参数 形参都有直呗 都有试探对应对吧 然后Argments2等于10 然后打印A 应该啥 Alert和DocumentRight Alert是弹出框 Alert是弹出框 咱不怎么用啊 Alert给你看一下 Alert 老邓身体好对吧 保存 刷新 他也会弹出这个东西 老邓身体好 弹出框 但不怎么常用啊 也是为了显示的 就Alert 应该啥 这是百度体啊 这还用犹豫啊 啥 改A打印A不就10吗 这Argments2和A是连着的 是映射的 哥俩好对吧 是等号 等号 等号等于10 啊 是不是10 对吧 是不是第一个答应10 对第一个就答应10啊 看第二个 如果函数体改在下面 结果又变成怎么样 A等于10 Alert Argments2 不还是10吗 他就在考你 这个A和这Argments2 是不是互相映射的 你改我也改 我改你也改 忘了吗 我第一天讲的啊 我说食餐和行餐 对吧 晚叙都说是了 你们好意思记不住 啊 你没看视频 不是 看不看视频跟他没关系 晚叙都挺懒了 能记住对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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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吧 Argments2 等于10 Test1 一俩 撒 对 一俩撒 来吧 变不变 咱说了 食餐列表和行餐 是对应的吧 是不是对应的 食餐列表和行餐对应的 他俩是一个相互映射的关系 他俩不是一个人 但是会 牵移发而动全身 就是 Argments里面的直动了 行餐一定会跟着变 行餐跟着变了 Argments也会跟着变 但他俩就是不是一个人 他俩就相互映射 硬射的关系 就是你动我也动 我跟你一起动 那种意思吧 现在你改Argments2 等于10了 那A也会变成10的 那种意思吧 你要改成A变成 你看A是不是变成 A是不是变成10了 对吧 你要倒过来 你让A等于10 你去打印Argments2的话 他也会 跟着改变了吧 Argments2 是不是一样的 在这是不是还是10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下面的 下面的 他先进了 真的这么玩 来第八题是咱们今天作业 第八题今天作业 写一个方法 求一个字符串字节长度 我把所有的信息都给你编辑好了 这是我给你出的题 写一个方法 求一个字符串字节长度 最后把这个PDES符串发回去啊 然后提示哈 你可以你现在能记一下 你现在记一下啊 我现在给你拍一下给你发旋律吧 是吗 我给你拍一下发旋律啊 省得你们偷懑的吧 省得偷懒 八九门 八九门 饿抽了 来看啊 是这样的 后面写的有一个错误 对吧 后面写有错误 他说写一个方法 其实一个字不穿的字节长度 什么叫字节长度呢 你知道咱们最小的统计单位 就是这个比特字节 知道吧 就是一币 咱也不扯那个了 就是一个字 这样 一个英文字母 就是一个英文字母 或者一个特殊符号 凡是阿斯科二码 能够囊括的这个字符 它的字节长度都是1 换句话 从A到Z全是1 从0到9 也都是1 那种东西是吧 就是这些个东西 所有字符类案件 它们的字节长度都是1 一个就是1 知道吧 汉字它的字节长度是2 一个汉字等于俩英文 这是常识的东西 一个汉字等于俩英文 OK啊 其实也一个汉字可以等于两个特殊符号都行 我随意给你个字符串 比如说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邓哥身体好 空格也算一个字节啊 空格也能拿阿斯科二表能表出来的 50多吧 忘了多少 求这个字符串字节长度 让你来求 怎么来求啊 有一个规律 叫什么呢 规律在这 就是 UNIQ的编码 我是不是说过 简单说过一下吧 UNIQ的编码 我是不是说过你多为UNIQ的 我说过吗 UNIQ的分为16个层面的UNIQ编码 你不用管16个层面吧 就是UNIQ的 UNIQ的 它是涵盖了阿斯科码的 UNIQ的编码的前255位 和阿斯科二码的前255位 255位是一样的 涵盖的 UNIQ的包含 知道吗 包含这个顺序 所以你求UNIQ的编码 有时候和求这个阿斯科码是一样的 阿斯科码一样的 在UNIQ的编码的前255位 这样的一个字节 就是说这个字符 它在UNIQ的编码的前255位 那它一定是 占一个字节的字符 如果它在255位之后 它肯定是占两个字节的 那东西对吧 所以说 你可以单独判断 比如现在我给你一个字符 我给你一个字符 比如说字符串 点XS XS是不是找出单独位的 对吧 XS0 就D0位的是不是H 对吧 H吧 H我现在调用一个方法 调用这个方法呢 叫 给你们写了吧 叫X扣代的吧 其实不用啊 就这样吧 就是我想求 第一个H的一个阿斯科码 直接可以 Stream 点X 扣代的 然后写0 这个时候它就会返回 D0位的 Unicode编码 D0位的Unicode编码 咱看一下 D0位的Unicode编码 它是104吧 104是不是小于255 小于255 它的话 它就占一个字节 大于255 它就占两个字节 能懂意思吧 占两个字节 然后怎么求 那就是你的事了 然后怎么求 就是你的事了 这个字符串呢 有一些方法 当然字符串的方法 肯定不是它自己 直接调用了 通过包装卫 对吧 但是也能用 对吧 能返回咱们正节结果 也行呗 能用哈 字符串还有长度 也可以直接用的 那怎么来配合这方面 把这个 任意 封装一个方法 把任意一个字符串 传进去之后 咱都能给它 求出字节的长度 你懂我意思吧 任意的 封装一个函数 要求传进去任意的 一个字符串 都能返回 它正确的字节长度 ok不 没问题吧 规律在这呢 咱这块写错了哈 小二五为英文 大二五为中文 这块写错了 最后就是中文啊 没问题吧 语法什么 这块给你写着了啊 这是 就是字符串 的X扣代的方法 这块index是这个 所以 是第几位的意思 那东西吧 第几位的意思 就像我这么来用 就是str 现在for循环 i小鱼 str.lans 我都给你快写出来了 然后console.log 子俊.x code at i 他不就能把每一位的字节长度给你打出来了吗 对吧 你看是不是汉语是不是很大 汉语是不是很大 对吧 ok 没问题吧 行 我自己看吧 这是一个 这边��害非常的短 就是个我们的字节省 我们的字节省 是我们的字节省 请看 这边把算给你分接 我可以做算 因为这边的字节省 或者这个创造